不过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 审理贬家四大案 礼拜一传讯了吴淑珍 问到活物纪要费和洗钱的相关细节 他表示 当初他哥哥这武警帽 新加坡账户当中的钱 都汇到瑞士黄瑞靖的账户里头 但是总之是媳妇嘛 想到媳妇可能翻脸不认人 我也不太放心 所以才要另开账户 把一半的钱放在陈志忠名下 吴淑珍说担心陈志忠夫妻常常坐飞机 万一当事人消失 钱可能不见 不过信托账户可以有受益人 可以指定当事人消失之后 钱要给谁